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恩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冯光远 欢迎收听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我们今天革命的来宾一共有三位 他们就是最近突然冒起来的议题 叫做小朋友当鞦韆不要超过三分钟 这个题目背后非常反对的一个团体 他们叫做亲子共学 亲子共学其实我跟他们认识很久 他们另外一个几乎都是相同的成员的另外一个组织 叫做欧巴桑联盟 所以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过 亲子共学是比较是在管跟小朋友之间的议题 今天来的是他们的理事长敏柏玲 柏玲你好 范玲大哥好 另外是他们的同仁杨郑宇 郑宇你好 冯哥好 大家好 我是杨郑宇 跟那个赖宣任 你好 宣任是妈妈 今天我以为她会带小朋友过来的 就她很客气 把小朋友还是丢给老公 其实我们家由小朋友来这一个参与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会更热闹 所以我本来是预料的 小朋友在这边跑来跑去 就好像上次我去参加你们的那个木管餐会 整个会场都是小都是小家伙 我有点担心太热闹 OK 对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因为这个是家里 这边这个 我平常这边都很人很多都很吵 可是真的我真的非常幸运 我们家楼下的李妈妈 然后她她的耳朵 她的这个听觉有一点耳背 所以她说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都听不到 所以在这边非常谢谢李妈妈 那楼上的那个丁先生丁太太 跟他们家的丁小妹呢 你知道他们是反而丁小妹 觉得不好意思 对对吵到我 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说我非常喜欢听那个 妹妹在那边唱歌啊 弹钢琴啊 她真的好会讲话 好我们今天来谈这一个荡秋千 其实我知道你们对于很多儿童的这种 游乐场的设施一向是非常关心 你们以前做过哪些题目 相关我知道有什么沙坑啊 各种很多的这样子的题目 其实一开始我们比较早期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台北市突然拆掉了很多 磨石子的溜滑梯 OK对对对对 那非常老式的可是很漂亮 而且很好滑 对很好滑对对对 对那比较好玩 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就拆掉嘛 然后都盖成就做都做成一模一样的塑胶 塑胶的对那那个塑胶的其实我们在使用上啊 就会发现他其实很糟糕一个点是 只要夏天就没有办法用太烫了 OK那你那个皮肤摸下去 对几乎都是会烫手的 你更不可能屁股滑下去 对对啊 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你这样子设了之后 你反而使用率变低 其实我们那时候都很开玩笑的说我们那时候是公园的重度使用者 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带小孩 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人带小孩去公园玩啊 那后来就有一群妈妈就是 比较focus在就是邮聚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就自己有去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 就专门订邮聚这件事情 那亲子的公共空间的话我们是还有推动那个台铁的亲子车厢 这我知道对对这是空间方面 所以前面那个是邮聚 后来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么focus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就是比较在公共空间上 那是一直到因为前阵子疫情嘛 我们都没有去公园这样子 然后结果他就是一解封 我们带小孩去了之后就立刻看到这个新闻了 那我们才发现 就是也重新再回到邮聚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我那时候一看也是马上就是 我的概念是说 柯文哲为什么这么喜欢用这种比较控制式的方式 来做这个城市治理 所以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说 这个蠢材这蠢材是 就是说我讲到柯文哲一定会用蠢材这两个字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柯文哲自己都不介意 柯文哲非常清楚 就是说为什么冯黄远要用蠢材这两个字 每次讲到柯文哲后面这一定是 不是两个字三个字 这蠢材 基本上我是非常好笑 我虽然凶可是很好笑 所以大家喜欢听 那那些人被我批评的都恨得我压压压 那有些不知好歹的就开始来告我 那最后更惨 就算是我输了 他们也都很惨 可是这件事情我必须讲三分钟 第一个很多人就反映说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三分钟 我也是很纳闷 对啊 当然不知道 那从你们亲子共学的观点来看 限制时间 几分钟比较够吗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要不要限制时间 当然就是说你看尤其是台北 我一直觉得台北是一个非常文明的都市 所以基本上比较好像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对吧 因为很多父母亲都有一个民主的观念 非常自律 不需要你柯文哲在这边说谈道事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这个新闻 马上就有这个反应 显然你们觉得 这个概念 这个前提 三分钟这个前提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自视化的公平这件事 然后其实我们最在意的是这跟教育有关 对 我就想问这个 为什么这件事情 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对你们这些比较主张这个亲子 比较自由派的这样子的 我们知道森林小学士的 然后这样子的教育的人来讲 是不可以忍受的事情 你要不要说 公园处的网站新闻稿里面 就是放在网站有写说 它示范这个东西的用意是 要推广分享的快乐 我看了就觉得 这怎么会快乐呢 你设一个三分钟 没有一个小孩会被人家规定多少时间 然后还会很快乐的下来说换你咯不可能 那这完全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 就是去公园本来对小孩来讲就是要好玩 可是一旦让他不好玩了 事情就荒谬了 那可是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我如果我是一个小朋友我好玩 如果我的好玩让别人不好玩 那当然有问题 所以去公园除了好玩以外 也可能要讨论说是一个 彼此都可以接受的好玩 如果说我因为我当秋千当太久 然后面排队人排到天荒地老 那就他们对他来讲就不好玩 那他的确是一个问题要沟通 所以我们认为说对小朋友来讲 在公园里面他可能就是一要好玩 二练习沟通 这才是主要的问题嘛 可是不同的年纪的组合 可能现在是八岁的在当秋千 后面可能是五岁可能是七岁 他可能会有他们自己协调的方式 然后不同年纪嘛 可是如果你现在公部门一下就说 计时器然后加三分钟 那他完全忽略了这个不同年纪的小孩 不同的年纪组合 他们可能会有新的火花 新的两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都出不来 那这个其实是斩断了小孩 一不好玩 二他的创意也出不来 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去反映这个声音 说希望他这个计时器的政策 是可以停止的 因为这完完全全违背了公园本来的本意 就是又不好玩 又没有办法练习到沟通这样子 所以其实柯文哲 尤其是他的这个公园处对不对 他们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平头式的平等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一个平头式平等 然后OK不管你是八岁的 因为其实年纪越长 例如说小学中高年纪 他越知道怎么去 就是说分配他自己的这个时间 在这个上面 那越是年纪小 例如说两三岁三四岁 他们玩的东西是完全是忘我 根本也没有任何公平的或什么样的观念 对对对 这个时候真的 你马上就是你用 不同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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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 不同的这个理解程度 这样子观念 去设立一个叫做三分钟 那一定会就是说 这个整个公园一定是哭声震天 因为因为很多小朋友一定是就是不想下来 一定有吧 一定有 可是我相信现场那些小朋友年纪大一点他们会理解 弟弟妹妹就这样子啊 他们在家里也是这样子啊 弟弟妹妹就是这样子啊 而且有一个最好的本来可能会好的状况就是 年纪大小的落差他们可以看到彼此不同的处理方法 可能年纪比较大他会做一些示范 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那我先玩别的 他其实不会那么胶着在非得要这个读客 那对年纪小来讲他就看到一个你不一定非得要这个 可是他不是跟你讲他是直接示范给你看 他就跑去玩别的啦 或者是他会跟你商量他会跟你问问题 说那个弟弟还是妹妹你大概还要玩多久 那对于那个小小孩来讲就是一个最天然的练习沟通的 人家示范给你看 可是一旦这个三分钟下去啊 他看到只会按那个计时器B然后就没有了 那B对有些两三岁三四岁的小朋友来讲 这什么意思 一样没有效 这什么意思 我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对对对对 他就这种人对就长大之后 这样子现象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偏执狂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偏执狂 基本上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嘛 对在他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 然后这小孩本来就会是没办法掌握他的自己的状态 那这才是我们当然要协助小孩的部分 那他有时候是协助小孩学习分享 在他的新闻稿里面也有写 可是我们在现场刚刚他已经装上去了 那我们刚好我们都会去共学不同地方嘛 就看到他六个公园其中一个我们就 我自己带的团就有去现场就看到 他那个计时器设的高度大概是在我的头部 大概160到170公分左右 那我们就在想说他其实是适合大人按 他不是适合小朋友自己去按的 就他也没有让小朋友练习的意思 OK 他其实是要让大人方便按 他如果真的要让小朋友练习 他应该要设的低一点 可是完全没有 所以在柯文哲他们那样子的治理的概念里面就是 反正你们所有的行为 基本上都是由大人来决定 没有错 对 对不对 基本上是这样 对啊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叫减少纷争 这个部分我会觉得说 你用一个计时器说要用来减少纷争 其实并不会减少 因为小孩玩不够 这件事情不会因为计时器有或没有 就不见了 因为其实本来后面就有人在排队嘛 其实就像观宇大哥前面讲的 就是其实北市的家长本来 现在家长本来就自己都很有自治力了 对 对 那他们其实看到后面那么多人排队 自己都已经很紧张了 是 所以其实啊我们大部分在公园看到家长 他们都会一直不断的提醒小孩说 后面有人在排队哦 差不多了哦 公园是大家的哦 不是我们家自己的哦 要下来 其实每一个家长都会这样子做 所以我觉得他设置这个 他其实只是我自己 跟我自己的共学团的家长 其实他们有反应说就是设置这个计时器 其实只是让他们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本来我已经一直在催小孩了 对 就现在设置了这一个 而且还才三分钟 嘿 那他就觉得哦 那我如果是两个小孩怎么办 他会觉得他连带小孩去公园 然后小孩看到荡秋千又想要玩的时候 他就想说那我到底什么时候 我一定 我就更想要挑没有人的时候带小孩去公园 那我就觉得那这样子 只是增加家长育儿的压力啊 而且我觉得台北市这样子也很 就是不负责任啊 就他设了一个计时器就等于说 哎你们两个小孩现在要玩当秋千 瞧不拢 那计时器放在你们两个自己瞧 你们自己吵 啊台北市政府可能本来要在 不论是他要多加秋千的数量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部分他都卸责卸掉啦 然后让让那个家长自己去吵 对其实他一开始 呃是有市议员提出这件事情的 他在咨询的过程里面 他就是说他们有收到很多人投诉 说呃很就是公园的当秋千 呃他们在等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市府应该是说 你你你既然如果这些投诉这么多 那你应该去想办法让这些投诉 比如说增加设施啊 或者是增加公园的有趣度 因为其实小孩不是只玩当秋千 你也可以增加其他的邮据 让小孩在其他 他在不能当秋千的时候 他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邮据试试看 嗯 可是你你怎么会不是处理这些东西 而是去设置计时器 这我真的是一直很匪夷措施啦 那我是从如果单就计时器的措施本身来看 如果他真的有效 其实也不用台北市政府花钱来弄这个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成人出门 十个可能有九个以上会自己带手机 没有那个是忘了带 对 大部分都带手机出门嘛 那你手机多少都会有这个自己 就会有计时的功能啦 那为什么你就算就把它称为民间资源 你舍这个民间资源不用 然后你要工部门特别花钱来弄一个计时器三分钟 那其实也是有一点奇怪的事情 那家长你计时器如果真的有用你拿出来 你可以彼此商量说你要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 在秋千的现场几个人一干人忍自己讲好就好嘛 不用劳烦工部门去花这个经费去弄这个 那也是太把小孩跟大人都看小了 我们是这样觉得 我是觉得因为台北市政府一年有1800亿的预算 是钱太多了 钱真的 而且要知道 柯文哲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施政的理念 他没有什么蓝图 这将近这个七年六年七年这样子下来 台北市有比他就说来担任市长之前 更进步很多吗 让人家这个觉得眼睛一亮吗 没有嘛 没有什么印象 真的没有嘛 那一直是就光是一个抽象的一个五大弊案的东西 那这个基本上已经成为笑话了 大家都不太知道说要去怎么去去去解决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就 我看一天到晚丢一些微博 像这个三分钟一样 现在你是妈妈有两个小朋友 基本上都很一定会很喜欢当秋千的 那你们那那那那你对这个事情 从一个妈妈角度 我是那个一百个小朋友收集啊 他有讲说如果是有一个小朋友 他说如果很小小朋友 他三分钟都还没爬上去 就要结束了 所以其实这个对小朋友来说 不是站在小孩角度的这个政策 只是在公园比如说有人排队 家长的压力 就是舒缓那个大人的压力 因为大人可以用这个计时计可以跟小朋友说 三分钟到了要走了 或者是后面的人说三分钟到你该走 就是这只是和表面的 然后站的角度就是完全不是这个公园 重度使用者的角度 你有没有去过三分钟的这个公园 我还没去过 一共只有六个嘛 台北市现在市行的是有六个 对 我知道大人森林公园有 对 因为很大 做一个妈妈 其实这有点画舌天主就是了 我是站在妈妈的角度说 为什么是否要来做这个计时器 就是我看他们留言说 餐厅也是计时就到了 可是我心想你把公园当作免费的游乐场吗 那个公园在我想像是说 小孩子是可以很有创意的玩 对 他很自由 他可以跟人家沟通 或者是一起玩 或者是一起胡搞瞎搞 可以做很多事情 却被限制成要就是 像是计时一定要到 然后这种规范性的 我觉得就跟公园这两个搭不起来 那政府要做的是什么呢 可是做这个吗 还是可以在公园规划上 或是其他不一样再做多一点 现在你们家小朋友一个三岁 一个两岁一个五岁 两岁应该太小 不太会去玩那个 对不对 五岁的应该就比较 比较缺缺欲试 每次去公园都应该是 对于这个游具的东西 应该非常的非常的专注 对 他喜欢玩什么 他很喜欢玩荡球签 然后刚好昨天 就还跟另外一个哥哥有争执 然后他 郑宇也在现场 就是他看到秋千哥哥走了 有一个前面哥哥走 他就赶快坐上去 因为他等好久 然后他就在那边摆 然后前面那个哥哥又过来就说 这是我刚才当的 我只是去 就是他只是说这是我当的 然后他就觉得很委屈 他就在那边当 坚持很久 而且那个哥已经开始在出拳了 这样子 他就一直忍耐在那边 然后他还是在当 结果 你们家老大是男生女生 女生 他就在忍 然后结果那个哥才讲清楚说 原来是有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他的朋友 跟他说 我走了你来当 所以那个他觉得那是 他的当秋千 然后他只是在去哪个东西 他叫他再回来 那应该还是他的 然后他就很 那个哥就很坚持要那个秋千 旁边已经有空的 他也没有要去 然后对 所以可是都就讲开了之后 两个人就 就是代表我的女儿 他就到另外一个当秋千 那哥哥到这个 他们就一起当 然后还会聊天 所以其实公园其实是一个 可以让小朋友沟通 对了解你现在是怎么样情况 你为什么那么激动 然后家长可以在旁边是辅助 就是可以跟他们讲说 哎怎么了 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就是更了解孩子 就是不一样的孩子的一个契级 一个人 对 所以其实市政府 如果你们对一个政策 基本上没有一个通盘的理解 对于他结构面的很多事情 根本就是看不太懂 然后就很贸然的 还是用这种所谓的这种 自视的方式 例如说用时间规定 这种自视的方式 跟全台北市的小朋友说 各位小朋友 从现在开始三分钟 那你们要学习 然后三分钟就上去 三分钟下来 嗯 如此而已 就像 很可怕 这很可怕 对 像学生刚刚讲的就是说 小朋友可以因为 这些事情彼此的误会 在那边开始 沟通 那这个是五岁的 六岁的这些小朋友之间的 这种沟通 你光是去想那个画面 你会觉得好温暖 你知道吗 就算吵架 可是还是好温暖 我昨天也在现场嘛 那我其实也是目睹全程 然后 我有看到一个情况就是 就是 跟他女儿抢的那个小哥哥啊 他是气到就是都 他都没讲话 他就一直出拳 好像要 其实就是要把他推开那种感觉 可是等到后来就是 宣认的女儿离开了原本的当秋千 他坐上去以后 他就开始 那个小男生就开始当了 他也没有追打或者是 继续骂什么他都没有 那我就会 感觉到说 那一个小哥哥他的情绪 其实 他的范围是很明确 就是 有些人可能一 一生气会气到说 他本来在意的事情也不管了 嗯 他只气到说 我就是要一直骂你 或者一直要打你 他本来想要 做这个秋千的事情也不顾 可是那个哥哥没有 那我就会感觉到说 他的那个情绪 冒出来的范围 其实边界是很明确的 可是如果 呃 大人他比较没有再仔细的去看的时候 他可能 有一些大人会很容易说 小朋友一生气一激动 就会说 欸不可以生气哦 欸不可以激动哦 那这个 你就看不懂说 他到底生气的边界在哪边了 那我会反而是看到说 那个哥哥他其实 是目标很明确 当然说他的沟通的方法 可能是比较 粗糙 或者是没有那么精准 可是他才 哎五六岁六七岁 还可以在很多的练习的机会 那最好的练习机会 当然就是在公园 或者日常的互动 不然你还要把他送去哪里做 这些练习呢 那如果你用 计时器三分钟又剥夺了他可以练习的机会的时候 等到他长大 然后你就说 哎你这都不会情绪控管 你都 你都不会去好好表达你自己 那你不是整小孩吗 我们觉得最荒谬的是 就是你小孩最天然可以练习的场合 像我们昨天看到那个情况就是 是有一点张力 有点剑拔弩张 可是大人都可以管理的助打 就是他就算再怎么生气 他也不是十五岁或十八岁啊 就是拿刀拿枪 没有到那个程度啊 他顶多就是三岁五岁八岁的小孩而已 那这么小的年纪的小孩 他们要去练习的机会 为什么要把他拿掉是最纳闷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子 不让小孩有去练习的机会 然后另外一个他在练习的时候就是 他的表达方式 有一些小孩的语会比较多 他可以他可能已经三四岁 可是就可以讲得很清楚 然后有的可能没有 那你要大人可以要练习看得懂说 不同小孩可能因为性别 因为年纪有他不同的发展阶段 可是如果你一概的去看说 答案就是不对 你没有办法协助他进步了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就是不对 可是你跟他这样讲 你也没有办法让他辩对 你没有办法协助那个小孩说 他发展出有别于出手的别的表达 甚至很精准的 你都没有示范 你也没有引导 你就只是说答案就是不对 或者是你就给他一个计时器三分钟 那你要他去那里练习 我都会认为这个是在整小孩 那所以像昨天宣认他们遇到那个荡秋千人的情况 其实在公园里面其实是每一次都会发生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我很常在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大人 我住新庄 有一次在新庄有一个阿嬷的年纪 他牵他的小孙子走路 那小孙子可能拿一包那种鱿鱼干的那种饼干 走走走走 因为红灯快到 他就走比较紧 然后饼干就掉到那个大马路上 然后阿嬷可能也着急啦 就说你怎么那么笨 连饼干都拿不好 然后就是连续骂了三四次这样 然后小男生就很委屈就拿起来 然后我就想说 我知道阿嬷是着急 可是如果这个阿嬷对待小孩的方法 大量是这种说 那个小孩的自我看法认定 就觉得自己很笨 连什么东西都找不好 自信心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 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在早餐店或路边看到很多大人跟小孩讲话都是 不可以生气喔 不要激动喔 不可以打人喔 这些话我认为都是很正确 都是我们想要协助小孩发展的方向 就是你情绪控管要好一点啊 你表达要精准一点 这个都是目标 可是如果你只是跟他说不要干嘛 不要干嘛 不要干嘛 那听多了他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笨蛋 你都没有办法协助他发展别的东西嘛 那在公园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练习的机会就是 他真正想要干嘛的时候 可是别人又跟他卡住 那两边怎么来回 那最好的练习 我们都会觉得 这样子的场合 你花钱去买也买不到 可是台北市政府却 就要把他收走 是最奇怪的地方 你们两位家长 在台北市 你们觉得一些公园里面的邮剧 现在充分不充分 好玩的就是很特殊很特别的就是那一些 我们也知道说假日的时候 不方便去那个地方 因为真的太多人挤在那个大安生理公园有一张照片 哇 家长比如说一个小孩 然后他就是两个家长在 全部都挤在那里 就是人满为患 然后为了要玩这样的设施 花比较多经费去弄一些所谓比较有特色的邮剧 那所以其实很多的家长也会知道说 某某公园有比较特色的邮剧 反而变成变相的吸引很多家长带小孩去 就会变成挤在那些少数的几个公园 我们认为说其实你公园的基本配备完整 然后普及一点其实这样就好 也就是说其实工部门 他们还是在思考要怎么样子 就是说满足台北市的这些小朋友 满足台北市的家长只是说很显然的 然后他们想到的是比较是硬体上面 对不对硬体上包括硬体的设计 包括硬体的那个样式 不一样的这种这种邮剧 可是他们比较没有去思考到 所谓的软体的东西 软体就是两代之间的这种教育的模式 然后家庭跟家庭之间的相处的模式 因为在那样的地方有那么多的 不同背景的家庭 大家要出来 那你完全不去思考 就是说怎么去想一些方式 让他们有更好的沟通方式 一直把不同的背景的家庭 用三分钟这个概念一刀就切掉 对对对很简单很方便 对不对 可是从你们家长的眼光来看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 不具那么大的智慧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带小朋友去公园 共学或者一起玩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遇到就是 其他国家的家长带小孩来 对 可能是日本人啊 或者是欧美人 虽然语言不通 可是小朋友他们还是可以沟通 对 OK 这就是一个 你不用特别说 你要有什么规定什么 他们小朋友自己会 包括在沙坑玩的时候 溜滑梯的时候 他们一些比手画脚 彼此大概玩游戏的方式 他们就可以互相商量嘛 但这也在证明说 我们是要经营一个空间 让小孩去发展他沟通的方式 然后对任何一个小孩来讲 对他最好的刺激 其实他遇到越不同的人越好 就是他可以知道不同的年纪 不同的地区 那我熟悉的方式 不一定对方可以理解或接受 这个会是最正常的方式 那如果你送他去一个很特殊的学校 然后他接触都是很特定的 类型的人的时候 他跟不同人互动的机会 反而是减少的 对 所以在公园里面 有时候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的 那个互动 其实对小孩的思考或感受的 刺激是最正常的 就是他会遇到不同的 我在家里我跟我弟弟 沟通的方法OK 可是我可能跟公园的 其他小朋友的方法是不OK 他就开始不得不去想说 为什么不行 然后他可能就会 不得不有想出新的点子来 那这个才是最好的刺激嘛 然后我觉得我们公部门 可以做的事情是像 刚刚光源大哥讲 除了硬体以外 在软体他能不能去提倡一些说 比如说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就好了 就是有分争 对小孩是来讲是很正常的 有冲突想办法是很可以理解的 之类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去提倡 而不是一概的用这种三分钟的方法 把这些都忽略掉了 那冲突是不可回避的 人跟人之间有需求 有矛盾是很正常的 那我有时候会跟一些家长开玩笑说 以前都有一个歌谣嘛 就是叫做 阿公要煮鹼 阿嬷要煮 阿嬷要煮 人的烧帚都半点了 以前都会有这种需求之间的打架 那小朋友在玩之间也一定会有 你不可能把它预设为零 无冲突 那个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可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是说 我遇到冲突的时候我怎么看 我怎么做 这个看法是可以练习的吗 我举一个例 那他不是当鞦韆的 他现在就是有一个新的设施 一阵子 他就会在地上挖一个洞 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弹 弹跳的那个 有弹性的就是网子 那小孩可以跑跑跑跑他跳 然后就是 或者他就是在原地一直跳跳跳 就是弹跳床这样子 那刚好就是我的工学团 有一个小孩比较特别 就是大家的玩法就是 大家在里面跳跳跳跳跳 那他的玩法就是 他要这样冲过去跳 然后跳出去这样子 OK 那又刚好小孩 对于安全这件事情 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小孩 出生的特质就是这样子 那他就是他这样跳进去 然后跳出去的时候呢 大家就以为他跳完了 他一回头 他说 蛤 怎么回事 我还没跳完 这样 然后他就是闹闹闹闹 然后所有人都出来 然后他又跳一次 然后又一转头 又又全部又以为他跳完 又跳进去 然后我们在旁边看 想说天哪这不帮忙不行了 我们就赶快跑过去 因为场合已经 就是难受到已经要大哭了这样子 我们就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帮他解释一下喔 就是我在旁边看 你们大家玩法 是大家一起在里面跳 那他的玩法是他想要 助跑然后跳 然后弹出去 看可以弹多远 这是他的玩法 然后他们就说 那他就跳啊 我说喔可是呢 他又很担心 他这样子跑的时候呢 会撞到你们 然后他担心的不得了 所以他就是很希望 可不可以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跳 然后小孩就想一想 他就说 喔好啊那你赶快跳吧 我说欸赶快来赶快来 他们听得懂你的玩法了这样子 我说那你要跳几次 他就说那我跳十次 然后我就问旁边说 欸十次有点多 你们可以吗 他就说 好啊没关系 我就给他跳一群小孩 他就真的跳十次 其实他跳到第五次 他就没力了 对所以后面剩下五次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就是 跑也跑不动 跳也跳不动 可是他也是把十次跳完 他跳完之后 我觉得很可爱 就是旁边一群小孩 就十次耶 然后而且他最后几次的时候 他每跳一次 大家还给他鼓励 跑久一点啊 跳用力一点啊 我小孩就变了就是 那个经验让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我帮两个很不同玩法的小孩 就是沟通 让他们知道说 喔原来有人是这样子玩 有人是那样子玩 可是你们就算是方法很不一样 我们还是有办法可以说说看 可以讨论看看 对 所以我其实应该要写封信给柯文哲 就说你除了当球签 你忽略了好多邮据 我说像这个弹弹跳这个 你要去限制他们 你要跳出去的五次为限 然后几个人在里面的话 是几个人为限 你要管理啊 你台北市政府干什么了 就是管理啊 把这个三岁到七岁的小朋友 管的军事教育啊 通通都管好 全部管理的好好的 怎么可以只管到秋千 对啊 只管到秋千 那个是太狭隘了嘛 因为你柯文哲就是一个 管理的所谓的这样子 你自己认为管理是很重要 所以我在2015年 因为看过柯文哲在讲 他的教育 我真的是摇头摇到不行 然后就在那边就听到 他在讲他打他女儿 因为他女儿不成才 我真的是 因为那个时候啊 柯文哲比较 刚刚进入到这个公领域 来就是当一个市长 所以呢 他其实对于很多的 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公民的 一些一些概念 例如说两性平权 他没有概念 我相信在他的这个 教养小孩子过程里面 他完全没有付出太大的心血 所以他真的 他真的对于 像我们这些大人 我们看到小朋友都高兴得要死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说 跟大人在一起聊天真是烦 那就是一大堆这种 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 可是小朋友不会 小朋友都是最纯 最最真的一些东西 我记得以前我 我在选举的时候 在领口 那个时候 因为领口有很多的 比较是年轻的 作为伴侣或者夫妇 住在那边 所以领口其实有很多小朋友 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我常在路上碰到 一个妈妈推她小朋友 那我就会跟妈妈在那边聊聊天 可是我跟小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一定蹲下来 后来那个妈妈 她应该是国外回来的 她说 她说 你是我第一个看到 跟小朋友讲话 蹲下来的这种政治人物 没有 所以因为 因为我弯腰 我觉得 我自己很难过 对不对 我宁愿蹲下来 跟就是逗小朋友 或者跟他聊天 可是柯文哲 可能没有这个心 他真的没有 他真的没有这样子 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 在讲柯文哲的城市治理 很多是从 中国共产党那边来的 例如说 他在北英女外面 他不是主张要有那个 人脸辨识器啊 我说 我说你这个 你是吃太多还干 还是钱太多 对不对 例如说他好好的 好好的U-bike 做得好好的 他要开始去推O-bike 记不记得 对对对 他认为那个是一个 更自由的东西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 那个所谓的自由 完全是一个没有基础的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你们一定要很努力的去 那把这个案子挡住 真的 很努力 所以这是为什么 各位听众 大家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 我因为看到这三分钟的案子 我已经很不高兴 可是我们家因为没有小朋友 所以比较好像没有一种正当性 我觉得这个要赶快丢给家长 家长的正当性更高 我们当然是可以从 过去的家长这样子概念来谈 可是这样子好像就说 每次柯文哲讲什么 你知道吗 你风光源总是有意见 我其实真的有意见 因为我的经验比他多太多了 我看得出比他多太多了 而且他会有一个影响 就是如果他现在是四半 他如果四半完真的扩大举办 可能全台北市甚至 全台湾 其他现实可能都会比照办理 对 就会觉得很可怕 是整个扩散 对 漫延开来的 那有人就会质疑我们说 他只是四半嘛 你就让他去四 为什么要在这边 现在就反对 那我们的看法是说 因为他四半嘛 那我们就四反对嘛 他如果正四半 我们就正式反对 就是他要四半的时候 我们就要 赶快提出不同的角度看法 去做讨论跟回应 那难道还要整到 他真的正式扩大办理以后 我们再提出不同的看法嘛 那你们就有所谓的 这个一百个小朋友的意见 那马上来反对 其实 其实讲到这一百个小朋友的意见 因为我也看到这个新闻 你们有一百个小朋友 对我来讲 很正常啊 那就是说 OK 亲子共学或者是欧巴桑联盟 由这个单位发起的一些 跟小朋友有关系的 这些议题 然后马上有一百个 一百位小朋友 针对这个议题 发表 他们从 也许从五岁到十岁 不同的看法 很正常 一百个很正常 可是我在网络上面 竟然看到 很多人就在质疑 这是不是亲子共学 你们捏造出来的 造假 造假 所以我必须要特别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讲一下这个事情 我这边就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因为我认识 共学团 亲子共学跟欧巴桑联盟已经时间很长 所以我知道 亲子共学每次在办理任何的聚会的时候 小朋友是其实是主角 都是小家伙在那边跑来 像上次你们木管餐会会有趣 对不对 大家绝对没有办法想象 当主持人或者是一些重要来宾在上面在致辞的时候 那小朋友会冲上去 那去玩他的麦克风 对 小朋友会冲上去在后面这个 跳舞 那一些跳舞 那真的是在那边跳舞 因为他们觉得舞台也是我的 对 你讲话 鬼你讲话 我也不打扰你 我跳我自己的舞 对 然后后面 后面的那个整个布景 他们会掀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在后面看 所以我就在那边笑 那他们会掀开来看这个到底 这个布景 怎么会 怎么会这个后面这个空的空那么多是摆什么的 小朋友根本就不管现场的几百个人 然后小朋友就在上面互相嬉戏 那我看到好多好几个小朋友 全部都是打着赤脚 在现场跑来跑去 没有爸爸妈妈会关心说 哎 赶快把鞋穿起来要不然赤到玻璃怎么办 没有人去想这个事情 因为现场没有清扫过 对对对对 所以有所以就没有人去想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 当亲子共学的这些爸爸妈妈们小朋友们聚会的时候 其实玩沙 尤其是在公共公园玩沙 沙坑 那大家其实就是下雨天去玩水 很多雨水的东西我知道 这是你们非常例行的这种工作 就是看小朋友玩的东西 对对对对 没有人去理会这个东西 因为你们的教育的方法跟一般人教育的方法是有点是有点不也不太一样 你们其实非常还是一种比较人本的那种概念在里面 那一般的家长看到我们这一百个小朋友的看法以后啊 他们的说法可能就是说超零 这个词汇怎么会是小孩在用 会不会就是编造的等等等等 那我们的看法是说如果啊 不管他小孩几岁 你就是用你习惯的词汇 用他可以听得懂的词汇跟他来来回回 他不都会吸收很多新的词汇 然后就用在他在观察表达事情上面吗 那为什么有一些民众会认为说这个词汇是小孩不会用 会不会是你在看待小孩的时候 你就把他设定为一个比较弱的状态 可是如果你正常的跟他互动 你不要跟他用一些什么好像把他当作是笨笨的 然后用一些讲话会一直重复重叠的什么示范范 同言同语的那种概念 你就把他当作是一个你的朋友 你去跟他沟通讲你的看法 他自然也会很正常去表达他的看法 像这一百个小朋友我们之所以想要收集 是因为我们看到有第一个小朋友 他妈妈去问他 他的小孩是九岁一个男生 就说我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直接过去问他就好了 我就说对啊 就是这个小孩的看法是很直接 就是说你人就在现场 你为什么不要直接去问他 为什么要另外设一个计时器 就是他的思考是很直接面对的 那我就想说 这个小孩的想法很正常 很正常 就是你在现场 然后我就想说 那会不会我们收集不同的小朋友的看法 可是在收集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预设立场说他一定要支持或反对 因为就是我们认为说公园的对第一线的使用者 就是小朋友嘛 那他一定会有他不同的角度或看法去广泛收集 至少是说让这个计时器的措施有一个比较周延的看法 我可以抱你一个料吗 因为昨天就有一个记者打给我 他想要就是访问小孩 然后就大概联系了一下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也问了说 你就是我们被质疑的这件事情嘛 我就说其实这个就是你平常怎么跟小孩相处嘛 就是你会不会小孩在发表一些意见的时候 你就愿意让他发表 而不是跟他说 诶这件事情 你饭都没吃完你讲那么多干嘛 哈哈哈 这点型的 或者是你跟我说是写完了吗 你这边发表什么意见 就是我们都不会 我就昨天就举他一个例子 就是他的老大男生 那时候大概两三岁吧 他就自己拿了他的笔记本 然后自己拿一张一支笔 他那时候都还不会写字 他就随便画 然后他就突然说 我觉得我们要开会了 因为我那时候在他们家 哈哈哈 然后他就开了一个会 大家就开始 哦好正行为主事是是是 有什么指教这样子 然后他就走到他爸前面 就正宇前面 然后就开始写说 爸爸我觉得你最近表现的不是很好 哈哈哈 然后他就说 哦这样子啊 怎么了怎么了 我觉得你最近写稿写的 就是很没有效率 哈哈哈 拆两三岁他就说 我觉得你很没效率 然后他爸就说 哦那那那怎么办 我觉得你要写快一点 然后这样你才会有时间陪我玩 然后还在上面 就是随便画一下 然后把指示下来就给他说 你自己好好检讨一下 哈哈哈 那我们不会跟他说 诶我们家谁在赚钱 你怎么讲这种话 就我们不会就是说 然后我们还在旁边说 你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 这样子 然后他就正经为主说 是是是是 我一定会就 要改进要改进 然后把这个指好好收起来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跟小孩对话 平常的对话就是这样 他不论他有什么意见 我们都会说你请说 甚至他不 他没有自己主动表达的时候 我们还会主动问他 比如说我们俩在讨论一个什么事情 他就走过来说 你们俩在讲什么 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在讨论什么 然后讲完之后 我们俩就说 那你怎么看 然后他就说 嗯 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自己讲完之后 然后自己走掉 然后我们俩就继续讨论 这就是我们跟小孩生活日常 这是我认识的一些爸妈妈 他们就 就比较像你们这种的对待小孩一样 他们比较不会跟小孩讲话的时候用叠字 是吧 你好飘飘 那这种东西 他们比较不会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爸爸 叫光华 他姓唐 嗯 那 我们都以前中国时报的老同事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光华跟他太太 他们教育小孩的方式就很特别 嗯嗯嗯嗯嗯 然后都是非常的这个 放任他小孩子去自己 所以他们也是有一次在家里 他们就基本上没有去接受 自私的这种教育 他们就是自己在家里教 然后自己让小朋友看书 啊 那跟他们这个互动 那这个小朋友后来长大 你知道 后来现在就在帮大家设计 那个 识连字 识明字啊 这种东西 你知道 然后克文在所有犯的错误啊 那这个小朋友 这个长大的小朋友呢 就帮克文哲所有的这个错误全部更正 你知道 然后五六五六月的时候 因为克文哲跟另外新北市那个那个市长 两个市长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突然让疫情变得很严重 你知道 那我们这个老朋友的小孩 那现在当然也长大了 对吧 嗯 就把这个整个的 他们的犯的错误全部更正 一声不响的 把疫情又带到加龄加龄加龄 嗯 那这个当年我们认识的小朋友叫唐峰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很早就知道说自学 因为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也是自学 嗯 所以我很早在在美国的时候就就有这个概念 嗯 那我我只是没有想到说 亲子共学你们这么有系统的 有耐心的 这么这么多年下来 嗯 你们这些人能够团结在一起 把这个组织经营的这么好吧 这个理念发扬的这么好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三分钟这件事情 要透过你们的概念来谈 那那另外我其实是很想把 呃你们一百位小朋友的这个 这个 这个意见书 这个东西我帮你整理一下 在我的那个脸书公布这些小朋友的意见 真的 因为我的我的我的这个 这个脸书看的还算是比较多 那 柯文哲我不管你看不看 你的市政府里面一定有很多人在看 所以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这个这个根本跟这个政治啊 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是跟台北市小朋友跟他们家长 有关的权益有关系的事情 对 那不能够轻忽 然后我朋友也不要你道歉 因为你做的事情太多 你每个每件事都要道歉啊 真的是我觉得 不用啊 其实他就是公开的赞品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这个这个真的有点藏促了 然后 停下来 然后大家小朋友自行沟通 对对对对 这样就好了 没错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